人生萬變, 起跌無常 風雨同路, 與你同行 車儀, 淚與俊, 恩與同路人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今晚的《恩與同路人》 有我車儀, 還有呂 Sir 呂 Sir, 今晚輪到我帶了一位好朋友上來 好啊 其實他在話劇中, 我們大家相遇相識 相遇, 你不是唱歌嗎? 你可能是作為話劇嗎? 是啊 有一段時間我參與很多複音話劇 當中認識了這位朋友 他很擅長演一些老角 雖然他非常年輕 他就是黃炊怡, 炊怡你好 炊怡你好 大家好 炊怡除了在話劇中發光發亮之外 近來好像簽了電視台 對 先介紹一下炊怡 可能你會覺得他的聲音很熟悉 因為他在很多不同的片集裏都做配音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你最耳熟能長的一些角色 你配過一些角色 不如這樣, 先不要開估 你說一兩句, 看看大家猜不猜到 卡通片吧 卡通片 有沒有卡通片的角色 爺爺, 爺爺, 這些小一點, 有些大一點 智慧, 接住啊 這個角色太久了 就是這個足球小將 真的很厲害 究竟是先做配音還是先畫劇 最早接觸應該是先畫劇 我是先參加業餘劇社 配音其實是由我做寫字樓工的時候 我報讀一些公聯會 華南電影工作者聯會的一些配音班 那時候開始學配音 但我正式入行 應該是讀完演藝之後 很偶然之間入行配音 但你起源於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演藝夢 其實我小時候, 我幼稚園有跳舞 即是做一些天鵝仔 上過電視的, 一年前 然後到了小學 我第一套在上台做的戲是很少的 其實是中國語文科的一個課文 一個課外活動 是做草船借戰 我不知道為什麼老師選了我 其實不是一間女校 我是做孔明的 嘩 主角 可能你的聲音可以manman 我不知道 總之我小學第一套戲 踩上舞台的就是做這個男性的角色 慢慢地對演藝產生了興趣 之後就沒什麼機會 中學做過一次半次上台做過戲 但是很少很少經驗 但我心裡是喜歡表演這件事 就是喜歡唱歌、跳舞 有唱歌一下學校的CHOIR 很短時間 又有在學校方溫仔的時候跳過 現代舞 一樣都有觸碰一下 喜歡的 但是家人又不是很想我 經常顧著玩 所以專心讀書 所以中學的後半段 沒有玩其他東西 沒有參加話劇 沒有參加話劇 其實應該是說 我在業餘劇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玩到很熱烈 很開心 很沉醉 主要是做幕前工作 但也有幫忙做幕後工作 到了一個時間 就是我兩個弟弟 就入了大學畢業了 我是大家姐 剛剛那個適當的時間 可能家裡的經濟壓力沒有那麼大 我就選擇了想報讀演藝學院 又這麼幸運收了我 就開始了全職讀書 有四年全職讀書的生涯 讀完書之後 畢業之後 就做演員 那時候你家人 對你這個得與其內的決定 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其實考演藝學院 當年是要三個面試 三個面試 又要試你演戲 有一段自備的讀白 一段是給你立刻背的讀白 又要小小天才表演 那我是表演唱歌的 然後就有一些陌劇的 即是一些動作的 形體的考試 最後那個就是純粹聊天的interview 問一下你的理想 你有什麼打算 我忘記了過了第一關 還是第二關 我才跟我家人說 我想讀書 但他們就很positive 就說如果你搞得行你的經濟 你就讀 即是搞得行 自己搞學費 那些東西 那時候也做了一段時間 儲了一些錢 都可以應付到 毅然辭了一份工 就開始讀書了 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可以發展我 請一下 演藝夢 初初進去當然很興奮 但其實有點戰戰兢兢 因為其實我做了很多年 讀書距離我很遙遠 其實我應該這麼說 讀完中錄之後 所以我進去了葵聰工業學院 我讀TI 是讀秘書 讀一些東西是完全 讀秘書 如果再進去正統的讀藝術 讀戲劇 就突然間好像有些衝突 又要扔走那些東西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那很多方面都要 身心都要適應 我記得很簡單 怎樣說身心都要適應 就是可能進去學校 要做一些 physical 例如可能要學譚子宮 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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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時候開始要重新適應 在你的心態上 你怎樣去適應 你那時候是不是基督徒 我初入演藝學院的時候 不是基督徒 我去到大約我第二年的中期 讀第二年的中期 我才是信主 我其實覺得都重要 因為我在演藝學院有段時間 是應該有點迷失 對一些價值觀 對很多東西 在我人生上是有點迷失 我覺得很幸運就是我信主 我找了一些東西 是很肯定自己在做一些什麼 是繼續完成這個學習的過程 完成了畢業 剛好聽到阿翠儀毅然全職工不要 面試到第二回合才跟家人說 我要全職讀書 沒錯 究竟怎樣發展她的演藝夢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聽 嗯 遗憾清楚真相 是我身影我又明瞰路向不奉上 我已走到方向 默契走却莫莫风凉 偏偈数他根深 我又着风凉 每次多奔波 面对无数压力的我 上来救回自失守 错过将没法走 自答天看燕燕 遇见常见最真美笑 远事心中渴求太过重要 我已走到方向 遗憾清楚真相 是我身影我又明瞰路向不奉上 我已走到方向 默契走却莫莫风凉 耶稣他根深 我又着风凉 随便想着我一生 必怕烟到场 最终我孤独 远事心中渴望不奉上 我已走到方向 默契走却莫莫风凉 耶稣他根深 我又着风凉 我又着风凉 耶稣他根深 我又着风凉 我又落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与同路 与你同行 车宜 雷与俊 恩与同路人 继续回来《恩与同路人》的节目 刚刚说到翠儿突然有很多改变 又是一个不可以的人 又要读书 又是一个秘书 变了学生 又像你说未信耶稣 又变了信耶稣 又要由原本不像很学术地去学这个话剧 又变成要拱麦桥 又要学术 做功课 你觉得最多适应最困难是什么地方 在学习方面要 我觉得人际关系方面我都要适应 因为我过往可能在工作上 或者我蓬佩 都是年纪比较接近 甚至乎我是以一个小妹妹的角色 可能在一班人里面 突然进入学校 我变成了一个大姐姐 你要去照顾小妹妹 未必要照顾 但你突然间和你的同学在一起 但你又不是年轻人 又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突然间觉得我都要一个适应 那时候是不是也未必能夾得来 其实沟通上要调节 你想想我两个弟弟都大学毕业了 你想想他们同乙方五 同乙方六 在大学毕业 那些人可能比我两个弟弟还要小很多 所以其实真的有些少少代沟 这个不可否认 但没办法 上一节你说进入学校的时候 有些价值观 令你有少少迷失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首先对于自己演戏的一些东西 原本认为海人的东西是合作的 突然间那些东西突然觉得不合作 你要丢掉它 其实对你之前 可能你累積了一些东西 你觉得是有用的 你突然间好像要重新来过 变回一张白纸 那个感觉是挺难受的 而且你好像觉得以前那些时间好像白过 我以前学了一些东西好像是没用的 但你又肯的 那你进入去 除非你不读的 你进入去就要接受这一件事 重新来过 打散了 那段时间是个人很没自信心的 可能里面的老师也会帮你拆位 然后再建立那种感觉 拆位再建立了 跟我们在灵性上也是很相似 但这件事其实不容易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那你在这样的转变的时候 你自己会不会有些情绪低落 或者不知道怎样 未至于抑鬱 但有低落的时间肯定有 因为有时会不开心 或者有时觉得在课堂上做一些事情 做不到 我记得试过有一次上课 臨到已经好像是 Degree 3 差不多是最后一年 大学的三年班 是三年班 有一个Scene Work 我在里面 我已经不是做一个很複雜 我在里面做一个工人 在三姐妹里面 我其实在里面做一个工人 但结果我也是做得不好 在课堂的exercise 那些老师也留言 那时我认为我下课堂 我很伤心地在哭 我心想 我不是做女主角的三姐妹 我做一个工人 我做一个工人也做不好 你会觉得很大打击 我也不算是一个小妹妹 我都在商场上打滚 但经历过一些事情 但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很喜欢演戏 当我发现一些事情 对于我来说 那么大打击的时候 我觉得我受不了会哭 我一直想想 不知道 有时很想坚强一些去学习 但有时都会有情绪 下跌的时候 那时就开始接触信仰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弟弟一直有 跟我传福音 叫你回教会 我有参加报道会 我对于宗教信仰 其实都是open的 我记得他带我参加 乘证有个报道会 就拿了一盏 有一晚我就睡不着觉 我个人不知为何很down 那时我不知道 是否受了一件事影响 可能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应该还有同班同学 即是有同学自杀 可能有很多这些 不是某一件事 是很多人生上的事情 一些价值观 一些很多的事情 令到我那晚起身 我就很不开心 很不平安 很不开心 我又试试看雜誌 我试试看剧本 即是做一些平时 我会做到 而那些事情可能做到 会令我开心的事情 但我仍然很低落 很不开心 我就想起 我在报道会拿了饼饼饼鞭带 我就觉得 不如拿出来听一下 半夜三更拿出来 很奇怪 拿饼鞭带 不知道为何播不出 是发出一些怪声 總之不是正常的 就是听不到 那时我很生气 因为千方百计 想找办法打法的时间 令自己好过 然后我自己很知不知道 那时我记得 听过有什么敲门 又说会开门 又说你寻求他 他又会怎样 即是搬一些圣经 一些说话 一些金句 那时就觉得 我现在寻求你了 你就不帮我 又不给我一些神迹 我是challenge上面的神 我觉得我是很不奮气 你挑战他 挑战他 给我一些神迹 我就很不奮气 后来终于睡着了一觉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梦 但是这个梦是很真实的 那个梦就讲 我最熟悉的梦 可能比较详细 大家可能要用它 给时间听一下 我在梦里面有个七黑的天空 然后就有行雷 然后在七黑的天空中 一出现了两个字 写着恐惧 当时我就问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在我心中 就是在梦里面 你问你弟弟 因为他跟我传福音 然后我就问他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人不相信神 加上魔鬼搞事 所以神会走雷 有些声音 然后人因为不相信神 所以产生恐惧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他解释了这个画面给我听 然后没多久 我就被鬼摘 我就很辛苦 我完全控制不到 我记得当时我磨牙 很辛苦 我就在那儿骂 我尝试大叫 想出声音 去骂走他 但我完全不能出声 我突然想起 我突然不知道 如何灵机一觸 就发觉 是耶稣可以赶鬼的 然后我就在梦里面 做了个厥词 做完这个厥词 很奇怪 然后我听到有一把雷声 天使的声音在耳边 唱成诗英文 然后看到一些类自天使的物体 好像圣诞卡 听到一些教堂的钟声 然后看到一些天使的物体 抬起了我 然后有一些黑影 经过我的身体 飞走了 然后我就醒了 醒完之后 我就想想 我在梦中就这样决志了 然后我就立刻 不管了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 但真的很真实 然后我就立刻拿起本日记 我不是经常写的 我重要事情才写 我就将整个梦境 就写回很详细地记下了它 然后就展开了我寻求信仰的路 和它在现实世界之中 再去找是否真的这样就信了 因为其实在梦中缺义 我感觉理性地觉得 好像这样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 相信神的 我们回来再看看 信仰如何改变趣意 嗯 想抒发内心的屈杰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给我们 来吧 回到欣语和路人 继续有我妻儿和呂sir 和我们身边有翠儿 在当中 翠儿刚才说到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面又很真实 但你又在梦里缺了智 但有这个感觉好像很梦幻 是否这个梦就打开了你去追寻这个信仰 是的 因为我自己理性地觉得 不可以这样信耶稣 就是发了个梦 好像太化学了 真的发梦信耶稣 我也不可以这样 我自己接受不了 我是一个要清楚知道 才会相信的人 我觉得是要理性和感性的信仰 我又没有说给任何人听 我没有跟我弟弟说 我如果跟他说 我就觉得他一定会说是神迹 如果我跟一些不信的人说 他一定会说 你太迷信了 于是我就自己 我觉得我要靠自己去追寻 然后我就四围去 拍一些录影带 封音电影 又拿一些小书看 总之是用不同的途径 认识多些 我觉得是要自己找的 我想事隔好像有一个多月之后 很偶然我在一本书 大概是市面都很流行 小冊子那些 小冊子 我没有留意 这本书应该是我弟弟 某一次给我 可能是给了几本 我拿起手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留意 那书名叫做《如何克服恐惧》 就是恐惧这两次了 但我拿起手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只是想追寻 我没有想过 但我看到里面 看到一些东西 让我直接打了冷震 他说 人因为不相信神 所以心目中有恐惧 有不信 两个字 有恐惧 两个字 后来他就说魔鬼 我完全看到 我觉得很打冷震 正如我梦里面说的 经历过情景 最后他就说 其实信和不信 现在就是让你选择 你现在可以决定信和不信 我觉得我完全服务 不用选 我那晚就是挑战神 你给我看神迹 现在就是在一个简单的 一本书里面的其中一段文字里面 我完全是exactly 只不过化作文字 再一次在我显然 再一次在我面前 我觉得真的不用选择 然后我就跪下祈禱 很认真地决志 这个就是在清醒 和在我很明白的情况下 即不是真的 發了个梦 那麽化学的情况下 那就是真正跪下祈禱 这样决志 之后再有一次 是后来再去报道会 我就再公开一次决志 所以你说我何时决志 究竟说我梦境决志 有三个阶段 但起码就一直很认真地尋求你的信仰 是的 但你一直在娱乐圈打滚 那你的信仰又对你有没有冲 会不会觉得很大冲突 我也是信耶稣 但又在娱乐圈 或者信仰如何帮到你 其实出了毕业 因为我没试过用演戏去维生 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合不合 即是每天都吃 当时已经信了 不敢说信得很好 但也有一个感觉就是 都要倚靠上面 我经常说 因为这件事我们出了出来 是我们做自由身 即是平衡 没有任何固定的工作 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 也没有一定的网络 没有人找开我做事 没有经理人 我自己说的 很有这个感觉就是 我便簽了给上面 即是我簽了天赋 今排的经理人 全部交给他 有事做 没有事做 甚至乎 我也有想过 如果最糟糕的 真的找不到吃 那就回去写字楼 我应该还可以 有张秘书正书 不止于饿死 这是最糟糕的打算 但我又没有很不甘心 我一定要继续 至少在几年读书里面 都有增进到自己的知识上的东西 都有一些得着 如果想演戏 也不是不行的 如果你不收钱演戏 你像以前那样 我公余时间都可以演戏 怎样都应该可以 我不知道 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念 那后来怎样呢 后来找我都吃呢 然后开始有人找你做话剧 但不多 然后很意外地 我说我之前配音 后来已经讀了书放弃 因为那时候配电影是回晚七朝三 很长时间的 晚七朝三 其实如果你要上学 你是不可能配音 很颠倒 你不可能 因为你真的想读书 你真的不想兼职 不赚钱 是很意外地 有个朋友说 我姐姐开六音室的 你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 然后我就说好 我去了试 他们就趕人用 试完之后他们觉得OK 其实我没有回家等消息 我坐下来就继续配上去 所以是这样进行 即是立刻上班 所以整件事很奇妙 加上拍摄是怎样开始呢 就是有些朋友说 有些经理人公司 试镜那些 你上去拍张照 填了一份试镜 有拍摄有镜丝就找你 其实我全部的工作 都不是很蓄意回来的 也不是我计划 我要闯进哪裏 我要开始什么领域 我是想做好一件事 但其实我又不是很大野心 我要怎么发展 真的不是在我计划里面 真的是在神计划里面 即是你由当初读书 去到做演艺的方面 其实你也不太经营自己的演艺 没有 我不是一个很有计划 我比较复杂的就是 我真的很想做好些 但我又不是很有基心 我一定要做到这一件事 我一定要做好多小动作 或者做好多东西 去令我达成的目标 但在一个这么复杂的娱乐圈里面 很多人都说大染缸 你是一个基督徒 入到去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适应 和你读书的时间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算很幸運 因为我毕业之后接触的人 其实拍摄你可以当是娱乐圈 我不知道一半一半 因为我的公寓时间 不代表我一定跟那些人一起 很close 可能下班就下班 拍完东西就拜拜 可能话剧班的朋友会对得久 因为排戏会多些时间接触 其实我都算幸運 可能是我的形象问题 或者人们觉得我都不能玩 所以又没有什么人搞我 没有什么人娱乐我 所以我好像不受影响很大 因为那时候已经回了教会 又回小组和侍奉 身边有很多熟灵比较好的 弟兄姊妹和小组的关顾 所以我想没有那么容易插错 或者很肯定自己应该怎么走 好 翠儿就签了给上帝 我们再来看看上帝 如何为翠儿安排工作 或是遗憾 好cę geology ? 我说 Greek 我先不是什么孩子 至 unmου 星之师 星之师 每天都长reso 感染 事儿 你对待 体力 坐在一起 subtotal han realidade acknowled 恩與同路 與你同行 奢依 雷與盡 恩與同路人 繼續回來恩與同路人 剛才翠兒說到她基本上不停不停地做不同的演藝工作 但又沒有怎樣自己去安排 一切都好像來自上帝的鋪路 最新的電視台藝員工作 是否覺得是上帝幫你去鋪路 也是的 因為我2001年畢業 我2011年畢業10年 對於一個人來說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當時覺得可能做自由新演員 有時會有點累 有時等工作 望天打掛 雖然我已經好好地有信仰 我已經比較正面地去看這件事 有些人可能等到很便宜 其實我也是積極地等的 只不過有十年畢竟是一個長的時間 開始有點累了 當時就想想 如果有人簽我就好 我一睜大眼就不用等工作 就知道去哪裡 就算重複了一件事也好 我可以在一個機構裡定下來 睜大眼就知道有戲做 那多好呢 突然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是一個很怕悶的人 其實我都喜歡做不同的事 即是每天不同時間上班 過往十年財務員不是我很厭倦的 其實我也享受的 我都喜歡做這個 但當時突然間有這樣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過往都很少出現這個情況 有個朋友在那個時間 就打電話給我 就說 新電視台請人 你有沒有興趣 不然就傳一份resume過去 就給了一個email的address給我 當時想想 其實整天的casting都要傳一份email 只不過是我再收拾好些份resume 就選了兩張相片就傳了 訂多一份 其實這個動作是經常都做的 所以我沒有覺得是一件很隆重很大件事 接著真的收到電話 那個聯絡人就說 現在很忙 我再過兩個星期 可能他還在談很多藝園 兩個星期之後我再回電話給你 儘管等消息 因為等消息這件事 其實也不知道是否等完 就是等消息這件事 就是沒有的 誰知道兩個星期之後 真的很守諾言 真的call我 他約我上去見 我本能地是以為 那當然是叫我上去試鏡 因為當年我們剛剛不完業 其實全部人都有去過 某最大的電視台去試鏡 只不過一個人都沒有請過我們 所以我也是想著 我上去試鏡 我是想著這樣 誰知道上去去 原來他約我傾約 其實原來他就相信我 那份訓練 一上去就已經傾約 對 上去傾約 所以整件事 我真的做了很少事 我沒有自己出過任何力 所以當他肯簽我 我當然有祈禱 雖然我祈禱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神給我 對於我來說 真的是一份禮物 因為我真的沒有付出很大的努力 去爭取這件事 但當你想休息十年的時候 上天就給你一個工作位置 令你開始可以放鬆一點點 可以真的純粹為了演戲去演戲 每一天 那你現在在電視台裏 其實你的工作範疇是怎樣的 其實主要是拍劇 但因為同時間都會開很多線的劇一起拍 但可能我也要本身適應新的環境 製作團隊的班底都不是我自己熟悉 可能佔的戲 其實未必會擔心我所有的時間 所以其他事情都是正常 其實我一樣會配音 一樣會拍東西 做畫劇 只不過是我要申請 跟電視台申請外職工作 要申請拿假 你外面去工作 對 例如入台那個星期 我要拿假期 我要批准外職工作 但沒有影響你的侍奉 因為其實你也做了很多侍奉 好在侍奉都未必一定 有固定時間 例如星期二晚練師 星期五回小組 星期日回崇拜 但其實會自己安排時間 但你說如果真的撞了 那就真的沒辦法 接著會是工作行先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承諾 加上是一個群體的 專業 你不可能答應了別人 然後就下下申請 別人都會影響你 即使你是基督徒 這種工作態度 這也是代表神 要做好你的工作 除了工作 你侍奉好像很專注 用你的天賦 用你的恩賜 做福音的話劇 我有參加報道團 一些福音的話劇 另外有唱福音樂曲 樂曲也有唱嗎 對 不是很聰明的 我不是很聰明的 當然有 因為我一直聽到 都覺得你很厲害 你好像說 不是很刻意去經營 你那張很漂亮的履歷表 但他就算到了 就是那張很漂亮的履歷表 譬如說你很多年前 因為剛才我聽到 你還沒讀演藝之前 你已經是配音 你又懂配音 那樂曲是何時學的 樂曲其實也是90年代初期 純粹是自己興趣 又是公余時間 跟朋友一起參加 在那些社區中心樂曲班 就開始學 其實我從小都聽 但我不是特別喜歡 因為我媽媽是很喜歡樂曲 但我小時候聽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感受 是某一年的歡樂滿東華 聽到劍俠猜員 就覺得很好聽 而且詞很漂亮 突然間無緣無故就愛上樂曲 其實只是聲音 不知為何 可能人到了某個年紀 對某些東西有不同看法 然後就去參加興趣班 就學了樂曲 我剛才說學配音 也是在我寫節流的時候 又是公余時間 有興趣想配音 又是學了 但之後又是一樣 可能現在有機會 配一些聖經故事 一些卡通聖經故事 又有機會錄一些朗讀版的聖經 其實真的完全是 我學這件事的時候 我不是打算依奉 我是很單純是一個興趣 但你結果可能是十幾年後 那些東西完全是一樣用出來 原來神在幫我裝備自己 其實你覺得每次一樣的東西 是很神奇的 絕對不是人的計劃 可以這樣說 很好 因為你完全想不到 你以前一直學的東西 今天就用得了 所以我想都可以鼓勵到很多年輕人 不要經常以為有機會來 我才去裝備 對不起 太遲了 可能你一直在做的東西 就是裝備 今天認識到翠兒就很開心 沒錯 謝謝 剛才她的一節經文 她說 我想對我們有兩類人都很有意思 第一類就是 經常想跟人傳呼 這樣的人 我們會灰心 我跟她說了她會不會聽 又或者我給她一本書 她看不看 但原來那份小冊子 會看的 原來就算出不到聲音 那份錄音帶 原來也有用 原來上天可以用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去做 而另一件事 我想就是告訴很多 活在很不開心的人裏面 不一定是漆黑的夜空 才出現恐懼的那兩個字 可能我們現在經常面對恐懼 但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耶穌一早已經說 我站在門外敲門 如果有人聽見我的聲音 願意打開門的話 我就會跟她在一起 而那扇門就是大家心裏面的門 只要你願意打開 但那扇門是反鎖的 要你自己去開那扇門 最後我很想播出 翠兒的一首有份參與的月曲 去結束我們今天的節目 盼望大家都能夠更加認識耶穌 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節目之後 打來我們的音語熱線 就是31064444 由現在開始 到兩小時之內 都有人接聽你的電話 下星期我們繼續音語同路人 拜拜 拜拜 來自拍攝 來自拍攝 特別感恩 我太愛 送禮 然後他應該會立心 在OUA 有關的湖 我們請到公室 發燥 吃 users 吃雖然 不斷 關燥 摸 灰 EL 咪 所有植物 放生同气 使动漫漫 也出门生机 砌来同尽 天天非了 众生在阅满 亦有蝎重鸣 山中了手 亦共同唱和赞声 赞中神全能似爱 天地间一切是神造成 花与树 各自结果 上帝恩律 自然俗仙 神话 水耀多多之生有生命的纹 要有着了非在天空之中 地要生出活蜜来 生畜 昆虫 野兽 各虫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就赐福这一切 事就这样成了 做了人齐齐管理 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与世上相协助 好 师父 iç生俗仁 鸟 祖师赐福这家增加美善 没难过 难过 悲惨 尾背相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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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沙杖 沙說igence 沙沙 慈復一切所見 白色閉頂流 珍珊 目標後人 結婚過人間 萬世千秋 上帝人巴 萬語 想抒發內心的鬱結 和我們唱所欲言 請打生命熱線3106-4444給我們